我先把麵包拿起,然後再看一看 對比起我的麵,你看看 你看到蛋的厚度更厚嗎 你看到這個麵包 這個有點像漢堡包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加酸瓜 但加了酸瓜之後是另一種味道 但如果咬到芝士,我覺得挺配 可能你要咬多點芝士 酸瓜跟它混合了味道 變成酸味,不會特別搶 我覺得這個麵包… 怎樣… 不,不過是鬆軟的,仍然是肌肉 我覺得是,真的 它是最便宜的 是嗎 天啊 雖然B和D差不多價錢 但薯條沒有令它特別加分 因為它能送過來 我剛吃過口感,它真的偏軟 對,其實吃不到了 對,其實吃不到了 若然讓我選擇 我的自愛心水一定是D 因為它的麵包鬆而不招 但也咬下去很有彈性 然後我最喜歡就是它的蛋 你看它的蛋多厚 你起碼用了兩隻蛋 裡面有三克的蛋白質 對於我們健身和食物的研究生 簡直是至愛的營養價值 其實我本來想選A 但實在… 我覺得它不太直 就是這個價格 沒錯 其實是好吃的,但真的太貴 對,所以我的結果是選D 因為真的份量比較足 而且我偏向不喜歡這麼重的芝士味 所以我會選D Delive Viu,戶戶送帝的外送 今晚11時,ViuTV